教宗方濟郭主持復活節主日尼撒 他呼籲各國要放下分歧共同抗疫 尼撒在聖伯多禄大教堂舉行 信眾只可以透過網上直播觀看 方濟郭為新型肺炎病人和死者祈禱 感謝醫護人員拯救生命 全球各國都遭遇苦難 必須團結抗疫 協助民眾回復正常生活 放寬對其他國家的制裁 他又說如果歐洲各國 不能夠受怎樣協助歐盟復甦達成共識 歐盟會面臨崩潰的危機